上禮拜我们从iColors开始讲 然后从SOR、SOR3、全加器、加法器一直讲到加减器 应该是讲到这边 接下来什么快速加法器或乘法器这个我不讲 因为我觉得那个变得很复杂 然后而且觉得好像你只要去把电路图弄出来 你其实就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ALU 所以我会选这个ALU这边开始讲 那ALU在Vlog里面的设计是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Vlog里面已经内建了加减乘除 and all not so 所以既然已经有了这些的话 ALU设计就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我只要根据你的控制线传来的几条位元 我来决定要做加还是减还是乘还是除 这就是一个LU 那所以因为我有这么多运算 所以我有八个 那我就用三个位元来控制这些运算 那这三个位元我叫做OP OP就是运算的意思 那这个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然后最后输出的参数 那请注意这个input是线 我写这个input的部分 只要是没有写REG的部分就是线 但是我如果有写了REG 就代表它不只是线 像这个应该是一个输出线 但是我又加了REG 代表它不只是线 它是输出线再加一个内部战存器 这样懂吗 其实有很多人会把它分拆两次 写两次 那同一个名称这是可以的 那但是呢 既然可以合并 为什么要分开呢 所以我就全部合在一起写 好 那所以这里你看到我们的有输入A 输入B 然后运算 然后输出到Y 那Y呢 有暂存的功能 所以呢 这边Y等A加B 这些其实是会暂存在一个 它的内部暂存器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写测试程式来测试这个LU 所以我一样测试程式里面也有A B Y OP这几个变数 但是请注意我的Y是Wire 为什么 因为它输出了在外部其实它不用暂存 所以只要Wire就够了 那这些才是在测试程式里面要设定的 那你往往会看到一个互补的情况 就是说我在模组里面呢 如果是线我在外部是用暂存器 我在模组里面如果是暂存器 我外不用线就可以了 这很对哦 因为它总要有个地方存 那输出的时候 你如果又用个暂存器 两边都有暂存器 其实有两个在不同的暂存器 这样其实是浪费的 OK 所以既然两个东西是同一个值 就应该只有一组暂存器 对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元件引进来 LU 然后叫名字LU1 参数A参数B运算和Y 这些这样宣告的一个实体的LU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它进行测试 Initial是初始值的设定 初始值的设定 我把A设成7 B设成3 那OP呢 一开始初始值设成0 但是我为了要让它 每一种运算都跑一次 所以我会把OP增加 所以当每50毫秒的时候呢 50NS NS应该是耐秒 很小 OK OK 每50耐秒的时候呢 我就把OP加1 其实这不一定是耐秒 每50单位时间 但是讲单位时间一定很难 很难讲 不顺 所以我就以耐秒来表示 50NS 那每50的NS我就把OP加1 这样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每次它都会跟改运算 但是这两个值呢 不变 这两个值我是不变的 那我Monitor就是监督这些变数的情况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Monitor跟Display不一样 Monitor是在那个时间点结束之后才会印的 那所以它那些值已经都改变完成 好 所以OP 把它印出来 然后 ABY把它印出来 请注意我这边用%B是指用2进位的印法 这跟四义员几乎都一样 %S是指16进位的印法 OK 好 所以呢 这边8 8一撇H H就是指16进位 那07呢 就是16进位的07 所以这不是 这不是10进位的07 但是16进位的07 跟10进位的07是一样 所以就没差 好 那最后呢 在1000的时候我把它结束 那我的执行状况像这样 Ivlog OLU LU.V 它是把这个输入 然后呢 输出 那其实你这个写在前面也可以 没有关系的 那最后用VVP去执行 你会看到 001的时候 7和3的结果是4 为什么001的结果是4呢 你看一下001是什么 001是减 所以001的结果是4是对的 010的结果是15 为什么是15呢 因为010是乘 7乘以3 21 21写成16进位 15 没错 好 那 接下来 011是除 除 7除以3 结果是2 没错 因为是2点多 但是因为 我们的结果是整数 所以就变2 这就跟西元里面的整数相除 的结果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好 那 100的时候呢 这里就要算了 100是end 100是end 那它两个做end 7和3做end 100 7和3做end 7的2进位是多少 111 对不对 那3的2进位呢 011 所以两个end起来是011 没错 OK 所以是这个 那7和3 101的时候 应该是做all 做all 那就会7 没错 好 那110的时候 7和3呢 会变F8 这是什么 因为110的时候 其实不是两个运算 是自己运算 就A本身做反向而已 所以把A反向 你看110的时候 把A反向 A是07嘛 它的反向变F8 你觉得对吗 对吗 因为07这个0的反向 就变全部都是E 那就是F OK 那7的反向是 0111的反向变1000 所以就变8 所以是F8 没错 那111 11的时候呢 是互次货 SOR 11的时候是互次货 所以呢 11的时候是SOR 所以SOR 这个跟这个的SOR 应该是只有第三个位元 是1 那第三个位元呢 就是4 OK 所以这也没错 所以我们这样子跑过去 就发现说 OK 这一个LU的电路设计 基本上我们验证环都正确 虽然我们只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验证 好 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看看 好 我把这一个程式 剪下来 那各位最好去写一些 自己写的程式 因为总是看那种已经写好了 非常正确的程式 你就不知道真正怎么开始写 好 现在我们LU.V好 好 LU.V 有了 进来 那我用I 好 那之前没有来的同学 记得 如果你要执行这个去冠 iColors Vlog 好 那LU.V 好 这样子 我是指说把这个.V的程式档输入 它输出会变成一个LU的组合元档 那我们再去实行那个组合元档 但是这个组合元档不是机器指令的组合元档 请不要搞混 这个组合元档是一种抽象的RTL组合元档 就是暂存器转移的那种组合元档 但是它也不是真正烧到FPGA里面的那种档 它转成RTL之后 然后它可以再用工具再把RTL转成FPGA的线路 好 那这边VVP LU OK 那你就会看到刚刚执行的那个结果 大致上你可以检查一下对不对 好 那 各位有没有兴趣 其实这个LU到底输出的这个LU是什么 你会发现说 这个LU我们说它是个组合元档 它还真的是个组合元档 Load V8 然后这里显然是一个变数 临时变数 然后这个3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那它这个格式呢 那它这个格式呢 是一个 是一个iColors的输出格式 那其实它在模拟也类似用组合元的方式在模拟 但是它这个组合元的解读方式应该跟一般的组合元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其实是一个文字型的暂存计转移的档案 所以就请各位去试试看这个 用Vlog设计一个LU 然后执行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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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